我是張御嘉 然後我所從事的藝術創作的類型 我是張御嘉 有立體雕塑,裝置 平面繪畫,然後以及版畫 畫圖對我來講 我是...當然是喜歡畫畫這件事情 喜歡藝術這件事情 可是從來沒有想過說 作品可能會被收藏 或想到說aw作品可能會被購買 或是講...甚至進入國家這個美術館的體系 那藝術銀行實質上最大對我們的幫助 就是讓我們有一個肯定 那當然最直接的就是讓年輕藝術家作品能流通 甚至說我們能用自己的作品換到對應的金錢 然後能繼續持續創作 那我覺得就是經濟狀況 在對藝術家來講永遠都是一個負擔 那其實這樣子獎勵藝術家 然後還可以另一方面讓藝術家的作品 更有更多的能見度去走入人群 藝術銀行他們就是很懂藝術家 所以他們知道怎麼跟藝術家去做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或是說跟藝術家合作 藝術銀行給我們一個很棒的平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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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們的作品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讓我們的作品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藝術銀行給我們一個很棒的平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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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藝術銀行給我們一個很棒的平台